好奇寶寶來到了漢慧農場 看到有很多展館 我看到這邊有一位導覽 我請這位導覽先生,請問您貴姓 姓蘇,曾蘇蘇 蘇先生,麻煩你幫我們導覽一下漢慧農場 謝謝您 可以,沒問題 我們這一站叫做麗記忍 麗記忍主要介紹就是我們要用這種樹 那個樹,所謂的麗記忍就是大樹 那要做樹的話,一定要怎樣?要不要用種子 那我們我前面來看一下一些種子 那這裡我們有26個種子 這個種子的話,大概你可以看 像這個,有沒有看到這個種子的夾 有沒有像抽刀椅 對,很像抽刀椅 對 所以其實這個夾長像是這樣 隔壁的話,這是那個 那個叫做銀類樹的種子 那個我們的利比青的種子 就放到這個去做的 對 唉唷,你看到這個嗎?這個無患子 無患子的作用,大家知道 都可以洗嘛,對不對? 可以洗衣服、洗頭髮 洗身體、洗澡 都可以洗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吃過 吃過那個 吃過仙草 那個是什麼? 蛋螺狗 蛋螺狗的種子 這是蛋螺狗的種子 那我也可以看一下 那邊有苦戀 大家知道這個苦戀 這裡排一個紙 其實這苦戀的話是怎樣? 鳥類把它吞下去,然後排出來的 這種子,你看有沒有,它會長乾淨 就是一些肉都被鳥吃掉了 被消耗掉了 然後 那這種子它會到處去放 所以 整個地方都要去有苦戀的紙 小樹奶都長起來了 非常特別 那我們才可以看一下 這種子 所以 其實我們在這裡 可以看一下 那個是 那個是 苦戀的種子 那苦戀的種子 旁邊有沒有看到 現在已經開花了 你要不要聞一下那個花香 哇 這個花香很棒 嗯 這是那苦戀的花 而且 可以聞看看 味道蠻濃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那苦戀 那我們這邊 其實 其實種樹有什麼好處 除了可以乘涼 可以有果實可以吃 各方面以外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那個種樹 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麼 帶動人們對他人 對於小生命 對於環境的關心 並爭所努力 這股力量帶動起來 是不給私益的 為什麼這樣 你一個人種樹 只能種一顆 一群人來種樹都要好 有成禽成磊的樹木 對 那這樣大家啟動起來的話 真的是 就可以來種樹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們有在做那個四個椅子 對不對 其實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荔枝樹斗 而且荔枝樹斗還沒有什麼價值 它只要是 它是百歲的那個荔枝樹斗 這個延期的話 就是其他那邊 不是有做那個水災嗎 被政府 那個荔枝園 被政府徵收 去做什麼 做河荔枝 所以他們就要砍下來 去做四個椅子 那這樣就可以怎樣 把這些樹頭 不會爛掉 就把它固定下來 那這樣以後 永遠就可以做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地板 你們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些竹子 我們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竹子 這些竹子是什麼 什麼叫探匯 這是一種電腦嗎 軟體嗎 不是 是什麼釘 自然界的竹子 探的地方 那個竹子很特別 因為為什麼要用竹子 第一個的話 竹子到三四點的話 它跟你講 它就會砍了 而且它長得很快 很快 被固碳 被固碳 然後這個竹子 你看做起來的話 就是非常堅固 因為這個竹子 是和基礎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我們裡面的那個 那個 為什麼這個 這個屋頂會做那麼高 因為我們就是 裡面的樹 是 這五顆樹 這五顆樹 它多高的話 我們就把它做到多高 所以都沒有去動它說 我們去砍樹 有的蓋房子都這樣 把樹砍掉了 但我不是 我們是把它做起來 所以其實以後 叫房子要拆掉 那個樹木 還是繼續留在這裡 這是一個我們 設計師 一個非常對峙的一個想法 那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聞一下 這裡有幾個 這個是龍柏的香味 氣味素 你可以聞看看 這個是龍柏的味道 隔壁這個的話 隔壁這個是一個紅塊 你都可以幫我們看看 那這邊的話 我們有一些小巨木玩具 為什麼這個小巨木玩具 因為現在 其實我們說照臉 那照臉的時候 一公頃的話 大概也可以種一千五百多 但是幾乎五年後 十年後的話 那些小樹木的話 就會被砍掉 因為怎樣 你沒有砍掉的那個大樹木 它就不會長大 因為木材的話 就有價值 木材是越大越有價值 那這個 這砍下來 這個小木頭 其實那個木頭都很長 很多都是那個塊木 這麼好的木材 把它燒掉 讓廢掉的話 那個二兩花都排掉了 所以我們就去 那個玲瓏的話 就去 發展這些小巨木玩具 然後 賣給那個 國小啦 國中啦 小朋友 去做一個玩具 然後這樣玲瓏也有收入 所以一舉兩百 那我們在這裡的話 我們這個站的話 叫做農會 大家知道我們這個站叫什麼 叫做農會 叫做農會 叫做碳氛氣的地方 一般我們的自然界的碳 就固定哪裡 固定在海洋 固定在沼澤地區 在土壤或生物體中 所以其實 什麼叫碳循環 碳是可以循環的 地球碳是固定的 只是說 我們地裡面 把它挖出天然氣 石油出來 把它燒掉二氧化碳 就跑出來 既然跑出來的話 我們要種樹的 只有樹木 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形況的作用 就把碳固定在哪裡 固在這個木頭裡面 那你要知道 一連二十連升的倒數 一連大概可以 固定多少 大概十一公斤 十一公斤到十八公斤而已 那為什麼會十一公斤到十八公斤 不一樣呢 因為怎樣 樹 長得快 長得快 長得快的話 固定固態會比較多 長得慢也會固定比較少 所以這個平均的話 大概十一到十八公斤 那既然這種樹的話 樹可以不可以砍 其實是可以砍的 只要生態保育 或水域保持這印象下的話 都沒有問題 可以砍 因為假如樹木都不能砍 那些種樹的人 怎麼辦 那怎麼去生砍 一定要是可以砍的 但是不要影響生態保育 它也可以保持 那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這個棟房子的話 是用那個樹子做的 因為樹子有一個好處 三四年就可以砍 而且以前那個鄉下那個 那個鐵工廚啊 都是用樹 都是用樹子去做的 然後三十年到五十年都沒有問題 對 那我們在這裡都要展示了兩個樹木頭 最主要是什麼 可以算一算 這個木頭裡面 多少公斤都要砍 這個可以幾一算 大概多少 大概2.16公斤 所以這個可以了解 看看能力 那我們來看一下